咱们今天讲几个干南大山里的诡异传说吧 关于木克 山都 干巨人 作者基岩董事长 于2011年发布于天涯社区连蓬鬼话板块 这个事情是我爷爷跟我说的 他说是他的亲身经历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据说加入过什么帮派 虽然是个马仔 也算是混社会的人吧 所以胆子挺大 脾气也挺暴躁 我们那里有个虚镇 离我们矿走公路有40多里地 但走小路只有20里左右 近了一半还多 那时候记忆中是没有长途车开往那个虚镇的 要去只能坐矿里拉货的便车 那时候的便车司机是很牛的 如果跟他不熟或者不给他好处 他是不会拉你的 我爷爷那时候因为脾气暴 也不喜欢求人 而且他的脚力特别好 所以他去负虚 也就是赶集 都是走的小路 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条小路的某一个地方 那条小路近20里 主要是横排路 上岭下岗不多 所以走起来不算太累 只是要从大山中蜿蜒穿过 一般人是不太敢走的 说到这里 就要说一下干南那边的山歌 干南人喜欢唱山歌 特别是客家山歌 是非常有名的 有一首著名的山歌 开头就是打指山歌过横排 至于后面的内容 则因人而异 有所变化 有人考证山歌的起源 使刑路人为了壮胆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一个人走在大山里 幽深寂静 经常有野兽出没 确实会感到害怕 这时候 嘹亮的山歌 就能起到排解寂寞 以及驱赶野兽的作用 如果是在树丛 或者茅草丛唱山歌 则表示 你是人 不是野兽 否则 很有可能会被某个 二逼猎人一枪爆头 另外 山歌还有另一个大作用 就是用来搞对象 搞男女关系的 原生态的山歌 魅容绝大多数 是一些哥哥妹妹什么的 有的还挺黄 属于三宿 我爷爷虽然不是客家当地人 但在那住久了 耳濡目染 因此 一个人走山路的时候 也喜欢唱一唱 我们那的山歌 开头或是结尾 经常会有一个 呃呵呵呵 其实 我们听一些 其他地方的原生态民歌 好像都有这个 看来不光是我们那是这样 我爷爷那次 在山路上遇到的怪事 很可能 与这个呃呵呵呵有关 那条二十里的山路 两头都有人烟 所以 刚走的时候 和快到终点的时候 一般在路上 都能遇到一些 砍柴的什么的人 恐怖的是中间那段 大概有十里左右的路程 荒无人烟 山深林密 让人感觉阴森森的 很瘆人 一般覆虚的人 都是走大路 很少有人走这条小路的 因为不太敢 那次 我爷爷赶集回来 背了一个竹篓子 里面放了一些 买回的甲鱼螃蟹什么的 那时候和现在正好相反 甲鱼螃蟹之类的东西 比肉便宜很多 没人吃 不像现在老贵了 因此 我爷爷那时 经常从虚上 买一些回来改善伙食 当他走到那条路 最阴森的路段时 大概他自己也有些害怕吧 就放声唱起了山歌 唱完一支歌 结尾照里有 这个尾声 有向别人打招呼的意思 如果山里 还有其他人听到了 就可能会接着来一句 然后开唱另一首歌 当我爷爷唱完这句 这时候 他突然听到路边 传了一阵接一阵的笑声 这笑声很清楚 声音很大 绝不可能听错 也不可能是回声 我后来问他 这笑声像什么样子 他说 很尖利 频率非常快 不像是人发出的 更不像动物或者鸟发出的 这笑声让人全身发冷 他于是四处看 终于发现 笑声是从一棵大树上传来的 他仰头看了那树 发现那树上根本就没有人 也没有其他异常 他于是加快脚步 急忙往家赶 回到家 满身冷汗 全身都湿透了 邪了澡 喝了不少酒压斤 故意喝得有些醉了 晚上倒头便睡 第二天起来才恢复平静 从此以后 他父须也不敢走那条小路了 都走大路 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 给我爷爷造成的影响 也就是不敢走那条路而已 再进一步 就是以后时不时的 要去求那些货车司机 心里很是不爽 他也没有因此害病什么的 后来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 不过 我还听到过一件事 也是发生在那条山路上 至于是否是真的 我就不知道了 下面就说一下 我听说的这个事 我们矿附近的农村 有个老太太 提了一篮子鸡蛋 去须上卖 那个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 不准农民搞副业 农民没有经济来源 唯一的活钱 就是养几只老母鸡 下几个蛋 拿去须上卖点钱 被戏称为鸡皮股银行 意思是说 钱都存在鸡皮股里 话说这个老太太 在须上卖了半蓝鸡蛋 还剩下一半没卖掉 就准备走那条山路回家 她为什么要走那条山路 而不走大路 原因我记不清了 可能是因为没赶上车吧 矿里道须上没有直达的车 走出须尸里开外 在一个路口 可以拦搭县城 开往矿里的车 但每天只有一班 错过点就没戏了 至于我们矿的便车 我们矿的人 都要跟司机好才行 她一个农村老太太 又不是矿里人 根本不可能让她坐 这个老太太麻着胆子 走上了那条山路 刚开始的时候 不时的会遇到一些砍柴的人 有的人还会很热心的问候她 说些您这么大年纪了 要注意安全呀之类的话 让老太太觉得很温暖 也就觉得 这条小路也没什么可怕的 可是走着走着 就再也遇不着人了 山越来越深 树林也越来越忧深 老太太就有些害怕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 她又有些尿急 女人嘛 总不可能像男人一样 站在路边就能解决 于是她看了一眼路两头 没人就把鸡蛋放下 到路边的树林里去方便了 转眼不过一分钟的功夫 当她回来的时候 发现鸡蛋连通篮子都不见了 原来放鸡蛋的地方 放了一大堆柴盒 足有两百来斤 这个变化来得太快了 比刘谦的魔术还快 老太太是又心疼又害怕 一路小跑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 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 一屁股坐在地上 家里人又是柔心又是垂背的 好半天 老太太才能说话 便把刚才的事跟家里人说了 家里人自然是将信将疑 大家便约好 第二天去现场看看 到了第二天 老太太的子植背 和村里一些闲得淡汤的小伙 一大帮人就去了 老太太没有去 但给他们描述了是在什么地方 因为就是一条窄窄的山路 柴盒就在路旁边 很好找 不一会 这帮人就找到了 柴盒还在原地 柴盒都是很好烧的石板丘 我们纳的一种庶名 大伙一商量 说鸡蛋丢了 咱也不能吃尽亏 管它鬼不鬼的 先把这堆柴盒扛回家再说 于是几个人把柴盒分了 一人一小捆地扛回来了 这条路上 我听说的怪事就这两件 后来有一次 遇见一位本性七八十岁的老者 他家几代都是当地人 以采药为生 一般采药的人 对这些东西都懂得比较多 闲聊的时候 我就把这两件事说给他听 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听后笑了笑 说这应该是掏笑鬼 他说的是我们那的方言 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字 我觉得应该是的 他说这种掏笑鬼有一个特点 就是人如果发笑 他会跟着你笑 我爷爷唱的呃 就很像是人发笑 因此掏笑鬼就跟着笑 这种鬼属于山妖木怪一类 一般不会太害人 不是厉鬼 但有时会恶作剧 让你迷路 走一大圈又回到原地 总也走不出去 如果你在大树下休息 不小心睡着了 他可能会把你弄到 空心的大树里面去 当你醒来 发现自己睡在大树里面 肯定吓得够呛 对这个老头的话 我是将信将疑的 不过说到大树里面可以藏人 这个倒是真的 一些很大的树 里面往往是空的 我们那里一直有一个传说 当年陈毅在干男打游击的时候 有一次被敌人追得走投无路了 就是躲到大树里面 才捡了一条命 至于那个鸡蛋变柴火的事情 老头并没有给出 有说服力的解释 2005年的时候 我回到干州 找到一位研究民俗和地方制的朋友 其实我跟他部署 是朋友介绍的 算是朋友的朋友 我想请他帮忙找一些 关于客家文化的资料 由于是求人 所以晚上我就请他吃饭 酒桌上 自然也聊起了 干州一带的风俗民情 奇闻异事 他听完我上面的这两个故事 两眼放光 然后一排大腿 兴奋地说 我靠 这就是木克呀 一定是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木克 他显得有些鄙视我没学问 这个你都不知道 我们干州就是木克的老巢 古书有很多记载的 说实话 这玩意我还真不知道 只好向他请教 木克到底是啥玩意 他接下来的话令我颇为震惊 木克到底是啥玩意 到现在也没人说得明白 有说是人的 有说是野人的 有说是大猩猩的 有说是妖怪的 有说是鬼魂的 这哥们对这件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甚至说 要我带他去现场考察一番 他说 干南地区有木克的历史记载 从明朝以后就没有了 如果现在还真的有木克 将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不过 我觉得这件事很难办 一是具体地点难以确定 只知道在那条路的深处 但具体在哪个部位 我也不知道 二是现在都开发的乱七八糟的 以前的大森林还有没有很难说 三是 我还要赶回北京去有事 不可能逗留 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作罢 至于他后来有没有跟其他朋友去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估计 去了也是白去 我们又聊了些别的 吃饱喝足后 我就回宾馆了 回到宾馆之后 离睡觉时间还早 又想起这个事来 这个朋友说 古籍上有不少记载 我没有古籍 不过 外事不觉问谷歌 我于是打开电脑 在网上搜索起来 这一搜发现有关牧客的条目还真不少 并且还发现了两个新名词 山都 干巨人 资料一般认为 这三者是同一类东西 尤其是山都和牧客 很多时候 两者是联用的 当时的搜索记录我没有保存 不过 我刚才又搜索了一下 确实各种说法都有 就承认牧客和山都 是人的说法都有好多种 有认为是奢族人的 有认为是粤人的 有认为是秦人的 还有认为是马来人 越南人 甚至非洲人的 还有一些说法 则认为他们是山中的妖怪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索这些 那么 这个牧客或者说山都 能不能解释我听说的那两件事呢 我觉得 勉强可以解释吧 就我爷爷遇到的那个孝的问题 古籍上确实有记载 在《山海经》中 晋朝人郭普对《山海经》等书的注释中 都曾提到过山都 牧客或者干具人这类东西 好笑 见人则笑 甚至说人笑一笑 而这三者所在的地方 正是古代的南康郡 也就是现在的赣州一带 现在赣州下面的一个县级室 就叫南康 这说明 牧客这类妖怪是喜欢笑的 尤其是在人笑的时候 他会跟着笑 而对于那个鸡蛋变柴河的事呢 我在网上搜到了 《太平预览》卷四十八 其中有一段记载 原文是这么写的 这段话明确了几点 其一 牧客是鬼 不是人 只是向人 其二 人走近他 他就藏起来了 人看不见 其三 牧客会砍树 并用他的树与人做交易 人把东西放树下 牧客就来取 但他们讲信用 会用树母来交换人的东西 其四 最重要的 前周就是现在的赣州 我们对照一下老太太遇到的情况 不正是颇为符合吗 作为鬼类 拿取东西的速度 当然不是人能想象的 所以老太太去方便回来 鸡蛋就变成柴河了 也没什么奇怪的 另外 牧客和挖药老头说的讨笑鬼 可能就是一个东西 只是名字不同罢了 当然 牧客现在还有没有是个问题 但如果真的是鬼类 怎么会绝迹呢 你想想 就比如野生虎和中华群这类动物 虽然很罕见了 不还是时不时的就有人看见吗 动物都如此 何况是鬼呢 另外 还有一小段关于李赫的事 也和牧客有关 我们都知道李白叫狮仙 李赫叫狮鬼 李白就不用说了 潇洒豪放 而李赫呢 比较诡异 身体不好 多病 27岁就死了 特别是他写的诗 不仅怪异 还充满了诡气 古人有诗称的说法 也许是因为经常写这样的诗 因其太重 所以短命吧 李赫的诗中 最恐怖 也是最怪异的句子 恐怕要数这句 百年老萧成牧妹 笑声避火朝中起 我认为 李赫的这两句诗 很可能受了牧客的启示 那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牧妹 很多人认为 牧客就是山精树怪 与牧妹是同一词 其次是笑声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前面已经说过了 至于避火 祖冲之撰写的数译记中 有一段记载 宋元家元年 献之民元道勋 道陵兄弟二人 法术取朝还嫁 山都简行为月 我处荒野和玉汝氏 巨木可用其可圣数 术有我朝 故法导之 仅当焚如雨 以暴汝之无道息 三更火起 何宅荡尽 可见 山都与火有关 而山都又与牧客是同一类东西 最后是老肖 这个也与牧客有关 人房所撰写的数译记中记载 庐陵有牧客鸟 大如雀 千百围裙 不与众鸟相册 俗云是古之牧客化作 这个是说牧客变为鸟 而李赫是说鸟变为牧妹 实际上 牧妹与牧客 山都与山肖 这两组词很可能是同源 只因各地发音的变化 产生了不同的说法 由此可猜想 李赫一定是知道牧客的 至少看过两本书一记 有意思的是 祖中之和仁坊的书同名 都叫书一记 也都写到了牧客 但却是两本独立的书 好了 关于山都与牧客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接下来咱们讲一个比较恐怖的故事吧 关于汉尼巴 这个故事发生在05年 发生地是我的家乡 干西南某县 故事的主人公是个乡村赤脚医生 家住县城旁边的一个小乡村 五六十岁的年纪 妻子很早就过世了 唯一的儿子常年在外地工作 这老头虽然寡居 但性格却很开朗 热心肠 在十里八乡 口碑很不错 平时好喝两口小酒 经常领着朋友去他家喝酒吃肉 注意 吃肉 这是个重点 谁家有个什么红白喜事 他也都会去帮忙 镇上有人过世 他还会去做八仙 帮忙发送下 有一次 他们遵一个中年妇女 因为突发心脑血管疾病过世了 当时正值夏天 尸体从医院拖回来后 乡亲们帮忙料理后事 那老头自然也去了 而且这老头做事很细心 还特意带上一壶乡下自家酿的白酒 当死者入关后 泼洒在关内 说是能消毒 帮尸体防腐 死者最后被安葬在了他们村后那座山的山脚下 山前是成片的水稻田 他们村的人过世后基本都埋纳 没成想 夏葬当天就出了事 夏天的稻田 到了晚上 处处挖升一片 经常能看到有人扛着打鱼鸡 顶着头灯 在田里抓泥丘黄扇跟田鸡 那天 村里一个中年男人 带着自己小儿子在田梗上抓田鸡 当走到坟地附近时 发现有动静 而且动静还不小 那汉子以为是野猪在拱坟 就对他儿子说 快回去 叫你搁带火虫来打野猪 等那两兄弟扛着家伙事赶回来的时候 坟地上已经没有了动静 三个人打着头灯跟手电 走上前查看 结果见到了极其诡异与惊悚的一幕 那座白天刚下葬的新坟 明显有被破坏的痕迹 坟丘几乎被平了 原本该是坟丘上的泥土 堆积在坟边上 再仔细查看 在坟边上 看见了一串长子 野三个当场下的魂飞魄散 打鱼鸡也不要了 小半筒黄扇跟田鸡也不要了 一路尖叫家狂奔 跑回了村里 直奔是主家 是主家赶紧地报了警 然后和警方一起前往坟地查看 当着警方跟众多看热闹的村民的面 重新打开了坟墓 结果棺木打开 死者丈夫当场就昏倒了 众人围上去一看 一个个 不是被吓得惊声尖叫 就是捂着嘴巴蹲在边上吐 只见白天下葬时还好好的死者 只剩下了半个躯体 从腰部往下的部分 全都不见了 棺材内壁到处都是血迹 死者的肝脏也从腹腔内跑了出来 跑到了死者头部的位置 事件一出 很快就在这八线小县城传开了 当时各种猜测 各种说法都有 真可谓是众说纷纭 可是不到半个月后 所有的流言全都终结了 因为凶手自首了 凶手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寡居的赤脚医生 根据他自己的供词 他有一种特殊的嗜好 这个嗜好 不是练尸痞 而是石尸痞 对 各位亲们 你们没有看错 就是石尸痞 算上这次的受害者 他总共吃过大概七八具尸体了 他会挑选一些年纪并不太大的死者 每次他都是利用做巴仙的机会 往死者关内泼洒烧酒 美其名曰仿佛 其实是为了资格吃起来的时候更新鲜 下葬的当天 他在带着工具掘开坟墓 将死者拦腰聚开 然后取走下半部分 上半身及内脏放回关内 有时他也会带走一些内脏 然后把坟丘重新堆好 把现场清理干净 出事的那天晚上 因为听见那中年男子 叫自己儿子回家招呼人 他慌乱中 把死者的肠子给漏在了外面 而且坟丘也没来得及堆好 回到家后 他把死者腿上的肉给剃了下来 煮熟了用一个大盆装着 就像北方人做熟牛肉一样 想吃的时候就挑一大块 然后再切成小片 剩下的骨头 全埋自己院子里的一个桃树下了 出事后 警方挨家挨户地做排查 找谈话 他没顶住就全说了 警方照着他的供词 找到了那个大盆 还在他家院子内 找到了好几具人体的腿骨 出事后 这老头因为侮辱尸体被刑拒 结果警方发现 这一家伙有精神病 是经过鉴定的 确确实实的精神病 所以这老头 没在里头待多久就出来了 他那在外地工作的儿子 也赶回来了 赔钱是少不了的 村里也住不下去了 他儿子就把他带走了 至于带哪去了 没人知道 好